我们从第一段来讲 改革宗信仰与华人教会历史素描 有一些的历史背景 在英国美国的教会发展 我们暂时就不谈了 第一大段就是 早期到中国的基督新教宣教士 包括一些是长老会的 也有荷兰改革宗的 那我以前在美国 一个改革宗的福音派的宗派里 在纽约开拓教会的时候 我的上司就是专门协调 少数民族的职场那位牧师 他是美国人第二代 就是他的父母亲和 忘了是伯伯还是叔叔 都是长老会在南韩的宣教士 所以他是第二代宣教士 他给我讲了一句话 虽然可能没有数据的根据 但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 他说长老会就是一百年前 或者是八十年前 就是第二十世纪的上半 长老会把新派的 自由派的宣教士送到日本 保守派的福音派的送到南韩 或者韩国 然后中国是两者参办 所以日本的 我不是说每一位去日本的都是自由派了 所以日本的教会比较很有知识水准 那些信徒们在社会地位也很高 教会很小 新政统神学影响也很早 南韩一方面他是福音派的一方面 刚好赶上韩国的那种民族主义的高涨的时期 而且有Nevius N-E-V-I-U-S 在我们的第一大段第二点里面 第二个名字John Nevius 他主张本色化 什么叫本色化呢 就是韩国的牧师 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发薪水的 教会从头就是自立 中国不是吗 老师跟着宣教士 中国的早期的牧师的薪水 就等于宣教士的薪水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差距很大的 所以那种依赖感就很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韩国是从头开始没有薪水的自立 结果建筑来的教育都是很强的很成熟的 那中国呢是两样参办 所以新派的有赛珍珠 Parlbach写大地那个小说The Good Earth 中文不叫大地是吧 有另外一个名字的 女的把中国的农民讲得蛮浪漫的 就是很理想化的 赛珍珠还有使徒雷登 就是燕京大学从1916到1946年的校长 1946年就被美国委认为美国驻中国大使 他是一位新派的希腊文的学者 燕京大学的校长 所以长老会有新派的 也有保守的 很多保守派的可能就跟着内地会去中国了 但是他自己的会集是长老会的 但是在厦门呢第二点很有意思的 在闽南呢 有一些的宣教士 其中一位叫做JVN Telmage 各位假如知道厦门古浪语 古浪语不是有一所以前是女子中学吗 玉德是不是 玉德教育的玉德女中 对了 经验的创办人 她是那边的校长还是老师 至少是老师了 对不对 那这个玉德女中呢 就是纪念这一位Nevius 就是英文 对不起 Telmage 玉德女中的英文名字就是Telmage 女中 那Telmage是谁呢 她是RCA Reform Church in America 美国改革宗教会 就是荷兰改革宗 在美国设立的宗派之一 那当时是很正统的 Telmage呢 是代表美国荷兰后裔的改革宗 在厦门宣教 那另外呢 也有长老会的 也有公理中 公理中就是个别常会独立 但是内部都是改革宗神学 长老制 跟长老会不同的就是 长老会不是每间堂会是独立的 那所以来自英国的 美国的 可能还有别的国家的 公理中的 特别是长老会跟改革宗的传导人 宣教师 他们在厦门呢 就彼此的同意 我们来中国 不是来开一所 中国福建厦门的 美国的荷兰的改革宗 那不是很荒谬吗 从荷兰到美国的改革宗教会 在中国开一所 中国的荷兰的美国的改革宗 对不对 或者开一所中国的苏格兰传到美国的长老会 都在厦门 他们说不是了 我们来是要设立中华基督教会 所以他们当时呢 就做了一件很革命性的事 他们呢 放弃 自己 国家的 英国美国等等的会集 说我们现在来属于这个中华基督教会 这个区会 在台湾福建叫做中会 宗教的中 或者是中间的中 我不晓得是哪一个中 有的叫区会 Presbytery 那 他们的 他们这样做呢 没有得到他们 母会的 就是原来的国家的那些上司的许可的 这样子呢 到了1927年 全国性的就有了中华基督教会 但是那个起源是在 至少最早的之一 是在厦门 中华基督教会 那另外呢 有些地方比方潮州 我们都知道 新加坡有生命堂 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堂 有独立的 有长老中的 那 潮州的生命堂呢 按照我的 不完整的理解呢 是有英国的长老会 又有美国北部的进信会 所设立的教会 那香港有潮语进信会 那不是改革中的 但是呢 也有英国长老会的影响 所以不论是福建 潮州都有一些长老会 的宣教室 山东也有 有不同地方都有一些长老会 那新派的就有使徒雷登 还有北京的 沉静怡 沉静怡当时呢 就是在1900年之后呢 是北京米市街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 中华基督教会就是公礼中的 它是属于公礼中的 米市街就是今天的东丹北大街 那东丹北大街呢 在十年前呢 还是燕京神学院之所在地 现在已经拆了搬到外面了 所以那个整个校园就没有了 燕京神学院原来的在东丹北大街 就是皇府饭店往北走一点 不是那一所很监牢的那一所礼拜堂 那个是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不是那个 是神学院 现在已经拆掉了 那里就是沉静怡牧养的地方 而且有庚子之乱 寻到的一些的宣教室 跟他们的家人的名字 有一个石碑 现在已经搬到郊外的 那块石碑已经搬到燕京的新的校园 那这一段的自由派的改革中 长老会的历史是多姿多彩的 因为在1910年 在苏格兰开全世界的 第一次全世界的 在Eddingbong开全世界 第一次全世界的宣教大会 穆德先生John Mott 是一位卫理工会的平信徒 他事后就拜访了很多亚洲 可能也拜访非洲也不一定 亚洲的国家到处设立 他那个Continuation Committee 续办委员会继续的事 那这个续办是指爱丁堡 1910世界宣教大会的续办 那在中国呢 曾经以就帮他做翻译 跑了很多城市之后呢 就设立了中国的续办委员会 这个续办委员会呢 从1913到1922到22年呢 就举办了基督教全国大会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事后呢 就设立了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中国基督教协会 我忘了这个中文名字 那曾经以呢 当然就是那个 全国的基督教协会的总干事 也是后来1927年 所设立的中华基督教会的总干事 不过到了1927年 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呢 已经是有比较自由派的长老会 公理中等等的牧师们呢 领导 因为自由派的神学呢 在美国到了1920年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 基督教派跟他跟他争辩 最后呢基督教派是输掉的 就是梅清呢就出来了 1929年离开了 普林斯文的神学院 创办卫米斯的神学院 1936年离开长老会 创办正统长老会 1936年同年 年尾呢 读信圣经长老会 从那里分出来的 同时呢 在中国内地 肯定有很多的 内地会的宣教师是长老会的 因为在美国跟英国呢 长老会 公理中 这两个是改革中的 威理工会 进行会 这四个中派呢 在很多的事工商都是合作的 包括 分离啊 慕迪那种的步道大会啊 或者是宣教运动呢 或者YMCA青年会 其他社会慈善工作 这四个中派呢 是比较习惯一起合作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有一位的长老会的 应该是正统长老会的宣教师 Samuel Boyle 他在 不晓得东北哪一省 就跟赵忠辉牧师同工 后来呢 赵牧师搬到日本神户 最后呢 搬到美国 当时呢 在中国呢 除了Samuel Boyle以外 还有OT Alice 也是一位很改革中的 长老会的神学家 就业的学者 在华北神学院教书的 所以不论华北神学院 或者是 后来的改革中翻译社 都在中国大陆解放前呢 有一段的工作的历史的 第六 在美国本地呢 改革 对不起 长老会和公理中呢 他们既然有很长的历史 长老会就是加尔文的学生 在苏格兰开拓的教会 公理中就是加尔文的学生 在英格兰开始的教会 多年来 几百年来 有很多的合作的 那在美国的合作的方式呢 就是说 长老会呢 就在不同的唐人街 华人就是那种台山 餐馆 应该说早一点 陶金 然后建铁路 铁路之后 开餐馆 开洗衣馆 这些的华侨中间 长老会开拓教会 公理中开拓主日学 就是英文班等等 那所以美国的长老会的教会 可能比公理中多一点点 后来公理中也开教会了 那当时呢 有从中国大陆聘请广东人牧师 到这些唐人街幕会 或者有一些的 他们的美国的 长老会的华人教会的牧师 又会回到中国他们的家乡 他们的家乡去幕会的 只有很多的来来往往的关系的 第二页 第二页 在宋商节博士的福星 分星培林时代呢 在荷兰 因为荷兰是多年来是 对不起 在印尼 因为印尼多年来是荷兰的殖民地呢 所以很自然的 荷兰的改革宗教会 就是印尼最重要的基督教的宗派 这些改革宗教会 比方说现在有一个 就是GKI GKI 这是印尼文 G就是教会 K就是基督教 I就是印尼 对 印尼文的读者不一样 英文是GKI 印尼文是GKI 就印尼基督教会 是其中一个荷兰人 在印尼设立的改革宗派 那他的改革宗派神学的味道 强不强呢 不知道 但是到了今天 就有很多的金正统神学的影响 在他们的神学院 老师们跟牧师们的言论中 但是有了宋尚洁 博士等等的影响 所以不论是Sumatra 到爪哇 都有复兴的传统 在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或者新加坡马来西亚 有宋尚洁博士的影响 在长老会 当然也在卫理工会等等 弟兄姐妹的身上 所以改革宗的教会 有改革宗教会背景的弟兄姐妹 受了宋博士这一类的 还有其他的 后来有季智文博士等等了 季智文牧师等等了 改革宗和福星运动 好像有不解之缘 1945年之后在海外 在台湾有台湾长老会 台湾长老会是1865年开始就有的了 那三地人的比较多 所以多年来直到灵恩运动 现在垄断了基督教 成为基督教的大部分 之前台湾长老会是台湾人数最多的宗派 那是主要是因为三地的 长老会的信徒很多 赵宗慧博士多年来就在台湾 跟美国两地呢 做他的翻译的工作 那在台湾有基督教改革宗长老会 这个名字会这么长呢 因为基督教改革宗是Christian Reformed 就是刚才我所说 那个荷兰在美国的改革宗 与它并存的另外一个的改革宗 在美国的荷兰人至少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改革宗RCA 现在很新派的 包括那个水晶教堂的Robert Shuler 也是这个RCA的 另外就是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基督教改革宗 那当时还是很保守的 今天已经在辩职宗 那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基督教改革宗和 比方说正统长老会 OPC就是媒亲的那个 那个中派的 他们在台湾就合作 设立这个基督教改革宗长老会 今天还存在的 人数不是很多 后来呢 对不起不晓得为什么有个后字 在香港呢 1960 陈喜千牧师 当时他是陈喜千先生 我们呢 下一代的就称他做千俗 俗书的俗 他当时是在香港 经济卫生学院毕业 那有爱德里先生的影响 爱德里呢是一位内地会的 可能是弟兄会背景的英国宣教士 内地会宣教士 多年来在海外呢 是鼓吹海外的 世界各地的教会 为中国大陆的教会祷告的 一直到他去世 他当时呢在战后呢 就在香港鼓励陈喜千弟兄 当时呢 陈喜千弟兄呢 就有的时候就住在香港大学的 学生的宿舍铺地板 跟他们查经 开拓这些的 香港大学基督徒团企 Hong Kong UCA Christian Association 那这个CA呢 香港大学就 因为当时只有一间大学 其他的都是 不成气候的书院 英国的殖民地政府 就是这样子的 只有一间大学 其他都不算大学 在香港大学的 基督徒团企呢 一方面有陈喜千 跟爱德里的影响 把史托德的书 归纳什查经 引进到中国 香港的大学生 另外呢 也有福音堂这种 像弟兄会的 很敬虔的传统 所以呢 香港大学早期的基督徒 受到改革中 或者英国的 很优良的解经传统 和弟兄会的 敬虔传统 两方面的影响的 那在香港也有 灵光堂和灵光书师 这些呢 比较像弟兄会 但他们也很喜欢 四部真 中马田 清教徒的传统 所以香港呢 多年来有一些的 有这个bookroom 这个书店 书师呢 是有很多的 很近钱的 包括一些改革中 清教徒的书 可以买得到的 在美国 这些长老会跟 公礼中所设立的教会 那些华侨的下一代 华裔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裔呢 在50年代 有一些的弟兄跟姐妹 弟兄包括 远培德 Peter Yun Wayland Wong 王赐瑜 恩赐的赐 瑜是贝 叫个台湾的台 Hover Wong 黄光荣等等 有一些 还有女的 Mildred Young 杨丽春 还有夏威夷出生的Ada Lum 这些呢 有一些呢 是在惠敦大学 毕业的 那当时他们就受到 50年代 美国青年基督徒 有一种的复兴 跟宣教的热忱呢 所以很多位都去了香港 或者是东南亚 去做宣教的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是美国人嘛 所以到东南亚 就是宣教的工厂呢 比方说 Wayland Wong 曾经在香港的 我忘了是 波道神学院 可能是中华神学院 曾经任教过 杨丽春呢 也是在香港跟新加坡 各地呢 曾经教过希腊文的 Ada Lum呢 就跟世界性的IFES 那个校园团集的 世界性的组织呢 到处跑 他是单身的 到处跑 训练学生 怎么带领 归纳斯查经 那 Hubert Wong没有到 香港亚洲来宣教 但是这个呢 就成为一股的 长老会 后来也有一些 他们中年也有进行会的 一股的ABC 就是说 在目前已经 他们已经80岁 90岁了 Hubert Wong牧师病重 但是他还没有 失去他的幽默感 我们去年才去见过他 在芝加哥 在疗养院 那他们就代表着 当时华人教会 在美国加拿大 绝对不超过100间 大概50多间而已 50年代 他们就代表着 他们的下一代 福音派的 有宣教热诚的 后来跟我们华侨 我们这些北美华人 我们的第一代移民的挑战 你们都忽略了 我们下一代的需要 主要是这几位 皮特云 威伦汪 Hubert Wong等等 还有金星辉的 Joseph Wong 这些的牧师 威敏斯的神学院 可能第二 不一定第一位 华人的学生 是师徒 师徒聚勋 Paul Sito 1947年 离开中国 路过拿威 参加一个宣教的大会 然后就到 威敏斯特 在到了195051年的时候 他同时在威敏斯特 核心派的 协和神学院 纽约的协和神学院 两个学校 一起读他的神学硕士 就是第二个硕士 没有读完 协和神学院的博士 那他就在纽约 开拓基督教改革中教会 这个中派 也有杨胜士牧师 张培谦长老 还有韩牧师等等 目前芝加哥那个以前韩牧师 所牧养的教会的牧师呢 是国内到美国的王志勇弟兄 他曾经在加尔文神学院附近的 清教徒改革中神学院毕业之后呢 他目前在芝加哥的基督教改革中 中派里面牧养 跟这个基督教改革中学院有关的 另外还有唐崇平牧师 他是唐崇荣牧师的大哥 那在印尼常世兄弟一共七位 唐崇明应该是老二还是老三 对不起 他是在万龙的 是一位很敬前的福音派的牧师 唐崇荣跟唐崇平 唐崇怀呢 就比较明显的讲的是改革中的神学 下面呢 中国神学研究院在1975年在香港创校 创办人呢 最早的是赵天恩 就是赵宗慧牧师的儿子 周永健 不要远着 周永健 陈济明 高级月 这四位在1967年1月份 在威美斯特神学院组组的 神学院筹备委员会 第五位加入的是 三一神学院毕业的 马洪昌 然后呢 冯映坤 马洪昌 冯映坤 后来还有陈喜迁 这些呢就代表着 不是威美斯特毕业的 的中国的神学生 所以忠神呢 从头开始呢 是威美斯特神学院的学生 创办的 他们去OTL 就是华北神学院那位老教授那里 那位老教授给他们 每一个字都敲过 他们的信仰立场书 后来呢 从第五位到第九位呢 就不都是很明显的改革中的 到了今天 终神已经有第三任的院长呢 很明显的是 某一派的长老会的牧师 神学呢 很明显的是新正统的 那我在这里呢 做一个结论就是说 假如各位研究三位到四位的人物 他们的生平呢 你就看到改革中神学 跟华人教会的交错关系 赵天恩是一位 他有他自己的自传嘛 在他 他经历一本 叫《导我前行》那本 应该是他的自传 至少有很多的资料 赵天恩 唐从荣和王永信 你假如研究了三位的背景 你就会看到 改革中的神学呢 在华人教会里面呢 是在一个比较大的 广义的福音派的大圈子里面 做了一些的贡献 有些的影响 但是呢 在海外华人呢 真正是改革中的 长老会的教会 职堂呢 是比较少 直到今天90年代之后的 中国国内呢 反而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呢 他们呢 自己纷纷的设立 改革中的教会 那下面一段呢 是非常复杂的历史 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讲 不过重要的是 多年来 威尼斯的神学院 圣岳神学院 加尔文神学院等等 都有华人的学生 而威尼斯的那个历史 比较长一点 但是很多的我的同学们呢 都分布在很多不同的 非改革中的机构 教会神学院任教 所以改革中的神学的传播是有的 教会的建立就比较少